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双见Loon股 我们来分析这几只股 这些都是我双见Loon股 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会员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Channel里面按这个Joy Button 参加会员,这样你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 首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所以我就一次过把它们全部放在同一个视频 里面一起分析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Share,帮我去Like 当然加入我的频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GMX LGMX是一个新股 可以看到它正在 往上扬这边 底部这边上去 但是你也是可以看到 它正在被这个 被这个什么 被这个筹码主力线 这条指示线押住 它过不到 自从它一直过不到 它也过不到这个前高的主力 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弱势 它正在被这个20天均线守住 20天均线就是1.25左右 这个不可以跌破了 如果它 如果它又跌破这个20天均线 看下这边 这边之前就是跌破了看到吗 然后就就有一步 跌下来就很惨 20天均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之前 这些20天均线的 都是它的一个 呃 一个支撑来的看到吗 他每次回到去20天均线的 都是会 弹上去弹上去 弹上去 最后呢 这边跌破 这个跌破的话就很惨了 但是如果它有机会 回到去20天均线的话 它弹上去 你看又有一步涨幅了 我现在它又再次的回到去 这个20天均线 就要看了 如果它能够在20天均线 止跌回升弹上去 弹上去啊 这个可以考虑是一个马路讯号 但是如果好像之前这样跌破的话 这个就是肯定是一个马路讯号 不可以去追了 这个就是LGMX 20天均线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指标 另外一个是JXP Denduru 哇 这个也是个牛股 从这边就一直飙上去啊 非常牛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盘整 又飙上去了 可以看到它 突破这个什么 200天均线 回来 又支撑又涨上去 又一直往上掉了 ok 200天均线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我也是这样子讲的 讲过多次 现在它 要去挑战一个一个全高主力 今天虽然是上涨少少啊 但是它 还是没有突破 星期五那个K线的最高价 也就是这个长长的长上引线 我讲过很多次 看到这些长上引线呢 真的是要小心啊 真的是要小心 但是我觉得它是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成交量是少的 虽然有这个长上引线 这两天都有长上引线 但是它的成交量是少的 是少的啊 所以可能这个呢 就代表呢 应该不是庄家在出货 没有主力在出货 所以可能可能啊 就有机会继续往上冲 但是我们要确认嘛 它的这个52周新高是0.70 如果它这个礼拜有机会 涨上去0.70 涨上去啊 涨上去0.70收盘价啊 这个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没有涨上去的话 就当只忘记它 嗯 因为这个长上引线 长上引线 总之它不是这么好看就是了啦 好事就是说它成交量是低的啊 这个不 这个并不是庄家在出货 但是我们要确认 确认就是0.70要突破 看另外一个 呃 你认识啊 这只股呢 就 非常惨了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 猜一下 放大来看 它其实呢 也不是今天就上涨了超过6% 超过5% 超过5% 这边 可以上出来 而且它这个上出来的是好事的 因为它这个 弹上来的收盘价是0.25啊 它已经是涨上去这个指线 蓝线 涨上去了咯 所以基本上涨上去的话是一个好事来的 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买入讯号 底部啊 做反弹罢了啊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这个200天均线 这边有这个套牢盘 它 站上去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讯号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 我觉得要等一等 确认的话就要看这条线了 这条线我画出来 多少钱 就是这个蓝线 看到吧 这边有个蓝线 它的价钱就是0.28 0.28呢 也是对应这个筹码风的最高价 当然现在也是 我觉得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要安全的话 就要突破这个0.28 才算是安全啊 因为这个0.28呢 才是一个筹码风的阻力线 所以这个筹码风的阻力线 有机会突破 但是我觉得最好 就等它突破的时候才确认 啊 现在 在盘整啊 它已经是 突破了这个 纸线跟蓝线 但是 之前的蓝线呢 就是一个呢 0.355 0.28 但上去的话 如果它真的是可以 突破这个0.28 这个是一个更加安全的马路点 因为它的下一个主力线 就是这200天均线 就是0.35 你看0.28 去0.35啊 大概有七八分 七八分 呃 五分钱六分钱 大概是差不多整20%的这个 操作空间 如果是在现在买的话 你可能 现在是购买多少钱 现在是0.25嘛 0.28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碰到这个主力了 可能操作空间不是很大 风险是比较高的 我宁愿 不要这么快买 高一点 如果等它突破这个 呃0.28的时候 操作空间是相对的多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还是看个人的 如果你是非常短线的 你可以试下 呀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等它突破这个0.28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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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油啊 啊 今天这个什么 很油 啊 突破新高 呀 所以我讲过了的次 其实如果今天啊 突破了啊 今天其实就是一个 马路讯号 突破之后呢 这些支撑这些什么 手码风啊 都是它支撑 如果 要安全 就用这个什么 回调买上涨 他不可能一直上去的 他一定有这些回调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回调的时候 会不会高 会不会低过今天突破的价钱 我不知道 呀 他肯定会回调 但是又怎么回调 或者 我们不知道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说要买突破 有时候要讲买回调 就是这个原因 你看他之前这边 我觉得这个买突破ok的 因为 已经突破的这个重码风 突破嘛 他回来的时候 可能在这个重码风之前就弹上去了 所以这一个呢 我讲今天呢 其实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今天啊 呀 那如果你今天没买到的话 就不急 就看明天的话 明天早上就看他 也没有出现青色蜡猪咯 如果出现青色蜡猪 啊 这个就是确认信号 这个就确认可以马路 所以 如果 你已经今天马路的话 你就等咯 你就什么东西不用做 但是如果你想马路的话 明天马路的话 你就要等这个确认信号出现 青色蜡猪 这样就可以买 ok 这是Apex 更定马来西亚来看看下 更定马来西亚来看一下 之前我有讲过他这个 呃 什么 这一个 他楼盘 主力线 主力线 这条 这个 所以这个的底价呢 就是这条线嘛 这条线 就首先这是02.75哦 我今天他是销 为了站上去了啊 还是收在2.76 但是这个长长的长上引线 我不喜欢 2.75 2.76是相差不远 但是我也是讲过最好的话 就等他突破这个200的均线 也就是2.85 2.85 而他如果的他这个 呃 业绩 不错的话 我觉得是他应该是没有问题 突破这个2.85啊 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业绩怎么样 如果业绩炸弹的话 啊你不要讲说2.85 连这个都他都站不上去 又要飞来了 这个就要看业绩了的局势 但是 所以我们安全一点啊 就不用急 不用等啊 就confirm的话 就等他突破这个 啊 就要等他业绩出来的时候 再打算要不要进场 反正都已经这么 反正都已经是 你看2.6 这边是2.6 这边是2.6 这边是2.8 仓仓两毛钱都不到10% 我不觉得10%是 当啊当把他当成一个premium嘛 你没有我们没有可能 每次都是买在买在最低价的 你看 他业绩好 有这个趋势的时候 那时候马路的话 他可能上了更快 呀 上了更快 我就等吧 等这个 业绩出来 看他有没有机会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也就是2.2.85 这是根本马来西亚 这是根本马来西亚 这个股也是很惨啊 一下子掉下去了 呃 我们来 我们拿点镜头来看一下 他这个太 我要把它拿掉 这个灰色线也是往下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其实已经在底部正在盘整中 看到吗 正在盘整中 这边 他这条 灰线就是筹码主力线的 或者我们叫庄家线是长线的啊 已经这边从上面也捞下去了 看到吗 这个是一个好线将来的 这边呢 蓝色线也是下去了 指线也是下去了 呀 现在我就看一下什么价钱先 他的收盘价是 0.245 蓝色线是0.25 蓝色线是0.265 然后这个指线是0.245 意思是说他现在收盘价 只是跟这个指线0.25 一样罢了啊 他还没有去涨上去这个 飞线跟这个蓝色线 也就是说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到他股价涨上去这个 飞色线 因为下来了嘛 看到了吗 他的价钱是0.265 大概是0.265的时候 他confirm他涨上去的时候 也就是他涨上去这个整个 火码风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马路又安全很多 因为那时候呢 这个整个 筹码风都是他支撑盘 你看到咯 这边的这个筹码套牢 是非常小的啊 这是大的 然后他就有机会 继续往上冲的机会 就大很多 他没有突破的话呢 这些 筹码风呢 都是在下面叮叮咚咚咚啊 我们不知道他 啊 有没有拉他后腿嘛 等他突破的时候 就是说钱不能只成长咯 价钱就是0.265 没有上上去的话 基本上暂时都可以不用干他 这个就是Hok Seng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 这个是新加坡股的 这个叫做1.28 Ranken Ranken 我们来看下 今天上涨3.8% 他 不错哦 今天咯 今天就跳上去了 看吧 我们把它拉一点来看一下 今天跳上去了 但是你们也是很容易看到了咯 套牢盘 全部在等住他 你看这个会是现实的钱是1.16 poc是1.13 现在收盘价是1.0 7 已经是非常靠近了 已经是非常靠近这个套牢盘了 这边全部很靠近了 如果你之前没有买到的话 你这个时候不要去追了啊 不要去追 呀 不要去追 呀 突破的时候才讲没有突破的话 就不要追 然后呢 如果你之前已经这边买到的 已经在这边买了啦 啊就买了是 现在也是啊 如果他上去 躺下来啊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迈出去 避开风险了 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们刚才讲那个什么 togrove啊 这个你看这个这个这个线 这现在挡住他 他要证明自己的话 他要突破这条线也就是1.16 突破上去啊 你可以追 没有突破1.16 又不要追 又看罢了 如果你已经在这边买到的话 你看到他好像要又吞了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你可能考虑把他 暂时放出去 啊 把钱赚了先 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再突破的时候再买到 买高等下钱是不用紧的 我们要避开风险嘛 风险 呃 要避开的啊 不要随便 浪浪后啊 ok 这个就是我对 呃 这些股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把去share 把去like吧 呃 谢谢大家